时间来到8月7日星期二 这个夏天的国产影视圈依旧火热 电视剧网剧扎堆上架 已经完结的陈坤回归大作脱身 朱一龙崛起之作镇魂 以及迪丽热巴暑期党大作1001夜 正在热播的有陆寒冠晓彤主演的甜蜜暴集 杨子登伦主演的香蜜沉沉静如霜 以及杨蜜压轴大剧扶摇 即将开播的还有杨阳大作舞动甘坤 以及朱一龙星座许你浮生若梦等等 由于这个夏天热播剧太多 导致电视演员热度每天都会发生变化 有的电视演员走上事业巅峰 有的电视演员热度逐渐消失 那么当下人气最旺的电视演员是谁呢 一起来看今天更新的电视演员人气排名 目前热度最高的六位电视演员 依次是陆寒、杨幂、迪丽热巴、杨子、赵丽颖和关小彤 其中杨幂不敌陆寒、迪丽热巴冲进前三 2018年至今尚未推出 新剧的赵丽颖排名稳居第五 2018年的迪丽热巴忙碌并幸福着 他主演的新剧烈火如歌和一千零一夜都以一个完美的结局落幕 上半年推出两部大剧并不能让胖迪满足 当下迪丽热巴正在与高伟光合作新剧《三生三世》枕上书 去年迪丽热巴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演绎的白凤九获得好评一片 这次他将再度演绎白凤九 只不过《三生三世》枕上书的故事与前者大不同 值得我们期待 和迪丽热巴一样 2018年的杨子也是相当忙碌 先是与TFBO王俊凯、张一山等人合作综艺高能少团第二季 随后推出与任佳伦合作的新剧《天机之白舌转》 虽然该剧因内容问题暂时下架 不过杨子随后推出与邓伦合作的另一部新剧《香蜜沉沉浸如霜》 后者同样收获了不俗的热度 杨子的演技也随之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目前排在第七第十三位的电视演员 依次是《橘境一》、朱易龙、秦兰、梁靖康、阮晶天、邓伦、以及杨阳 其中朱易龙稳居前十 先后与迪丽热巴杨子合作的邓伦热度飙升 今晚新剧《舞动甘昆》开播的杨阳同样冲进前十五名 朱易龙曾凭一部阵魂 问鼎电视演员热度棒棒手 正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朱易龙这些年为打磨演技 付出的努力是我们所不知晓的 值得一提的是居老师 只靠作品说话 绝对炒作自己的他也因阵魂的完结热度下滑 不过大家无需担心 居老师的新剧《徐你浮生若梦》 即将在8月17日上架 接下来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作品 包括与赵丽颖合作的《知否知否》 未来可期 你最喜欢的电视演员会是谁呢?